4月27号星期一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大盘 今天上午指数早盘出现小幅高开 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个股的平均涨幅早盘是小幅低开的 随后指数大幅波动之后展开反弹 那么我们讲中午出现快速下跌 他有一个情绪面的修复 那么这呢就算是一次反弹 另外呢我们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上午 他算数平均法表现相对来说要弱一点 也就是说大部分个股并没有什么赚钱效应 但是全正股表现相对强势一点 大部分全正股都出现了上涨 这也是目前市场当中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深圳城市 包括创业版就非常明显了 这是创业版的创业版的全正股上涨是1.2% 但是题材股算数平均法出现的其实是一个下跌 也就是说总体来说今天赚钱效应并不明显 如果是投资权重的话 相对来说收益要好一点 如果是投资大部分中小盘个股的话 相对来说要弱势一点 另外我们看一下上阵指数30分钟级别的走势 目前30分钟级别呢 他依然在反弹通道张东 如果他跌破了30分钟的五周期限 也就是这个位置 2820点这个位置 相对来说他就弱势一点了 那么他只要能够站在五周期限之上 那么他就能够延续这种反弹的姿态 另外我们看一下远期的一点的指数 我们前面讲到了他会有一个反弹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他其实反弹的不错 那么另外我们看一下他反弹上方的压力也逐渐进了 也就是说这一波下跌 然后再下跌再反弹 然后可能会延续这种弱势的震荡 直到等到5月1号之后 或者是4月30号 因为我们知道A股是T加1 包括卖出股票的话 也只有等到T加1之后才能拿到资金 那有一部分在过节当中需要使用资金的 就需要在4月29号 这一天卖掉之后4月30号才能取出来 然后51长假期间才能用 所以这个4月29号相对来说指数压力要大一点 今天是27号 那就是后天周三 另外我们看一下整个板块方面的情况 今天板块方面涨幅居前的主要是一些权重股 也就是包括银行日用化工 日用化工一般是北上资金建仓比较多的 包括保险房地产多元金融等这些 这些在以往呢 其实都属于权重板块 他库盘的作用比较强硬的 那么今天出现了比较好的涨幅呢 也是因为部分原因 这个后期我们会详细讲 另外呢 今天啊 概念方面表现比较好的 就是以新基建为代表的特高压 包括猪肉概念 这些消费类的啊 超早概念 智能电网等等啊 就是农业板块今天表现也不错 因为周五的话农业跌的多一点 那么这种下跌的比较多的 他有一个情绪面的修复啊 情绪面的修复啊 伴随着反弹 那么后期呢 延续性啊 相对来说要弱一点 也就是说 他需要在底部区间反复磨盘之后 这些超跌 或者是快速上涨的板块进行回撤 回撤之后 等到上方套牢筹码 被洗掉之后 才有更大的向上动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上午的大盘 就说要弱了 这些东西的东西 就说要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